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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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继续苍天有泪的第五集故事 之前我们看到赵春芳为了一个女儿治病 只卖了房子从老家来到城里面 希望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孩子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而他自己也没能够摆脱过去的阴迷 为了掌杀了他为了掌杀了他为了掌杀 为了掩盖那个雨夜的秘密 赵春芳只一再受控于城塔金 被他不断的纠缠和敲诈勒索 甚至他出卖了自己的肉体来仇得城塔金 渴望的巨隔风口费 赵春芳希望能让婆婆和女儿免受伤害 然而最终却事与愿违 让马广年趁人之危占了便宜 最后他的工作也丢掉了 此刻赵春芳非常的绝望 他一度想过放弃生命 来终结这些噩梦和困境 然而却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天天 女儿是他唯一的信念支撑了 如今面对这二十万元的巨隔风口费 赵春芳和城塔金 去马广年的保险柜里面行窃 这无疑是违反了法律的行为 那么接下来 城塔金会得逞就此放过赵春芳吗 赵春芳他能够终结这一切噩梦 开始新的生活吗 而他和范伟的感情又将会何取何从呢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请不吝点赵春芳 gamer的慢慢讨计 我们的家里已经走道了 这边就够了 在我们的家里 走了 我们的家里 他还是个心碍 没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还老鼠给我了 大爷 没事吧 没事 大老鼠 没事就好 谁家门锁了没有啊 好 走吧 怎么才会的 我包来厂里了 刚才回去拿一趟包 你明天再去拿不行吗 非得这么玩 从明天开始 我就不去常理上班了 也好 省得那个姓马的老师打你主意 对了 工作的事我帮你想办法 好吧 不用麻烦了 你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你妈又担心了 虽然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但是 咱俩做朋友总可以吧 老板 谁吃了熊猩抱咱 敢偷您的东西啊 要不 要不咱报警吧 抱抱抱抱抱你个头 养你不有什么用 老板 您是不是丢了什么重要东西了 这事 谁也不许伸张啊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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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联织上了 啊 说是绝点到左右的时候 听到半个人有异想 但是 他过来的时候 没发现什么异常 啊 对了 赵春花怎样来过 但是收拾完東西就走了 把人传终都跟着 喂 谁呀 马老板 真是贵人都忘事了 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吗 陈大经 你小子还没死啊 是 还活着呢 听马老板心情不是太好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说过他 什么事 2014年元战 赵处长十万 2014年中秋节 立局长二十万 怎么 还要给你多念几条吗 陈大经 这事是你小子干的 咱们是不是不想活了 狗急了还跳墙呢 要不是你把我逼到这份上 我也犯不着冒这么大的嫌 大经兄弟 之前咱俩是有点误会 要不这样 我在望春龙请你 咱们吃喝玩了一条路 包你满意 之前咱们的NC院院 先一笔勾销了吧 我呸 你觉得上次把我打到死去活来的这笔箱就这么算了 行 你要是觉得还不够 这样 你揍我一顿 这总可以了 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看 你要找的不是我 而是这个正本吧 这个要是交出去 多少人都得遭殃啊 我想你马广连 也得粘根拔起吧 要是真的那么做了 一定会死人的 但我告诉你 你一定先死 你别吓唬我 你现在就是一指头 废话扫说 给你一天的时间 给我抽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 你小子也太疼心了 跟你马老板比起来 我简直是小儿科 别少花药 我反正是烂冰一条 你就不一样了 在哪交易 这样吧 明明下午一点半 咱们在城东小石桥旁边的烂尾楼里 不见不散 你想干什么 我们总不能白忙活一场吧 我们自己搞不到钱 就让他给我送过来 丑话说钱道 嘴巴给我闭紧一点 不然事情那老大了 对谁都不好 找个门 我今天这件怎么样 还行 赶紧说 我那还有事 你过分了你 你平时叫我 我可都是随叫随到的 难得叫你一套 还急急办 我那是真有事啊 什么事这么急啊 小汪不是刚没工作吗 我就托一个朋友 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人家只有今天中午 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必须过去跟人家聊聊 还真是有效 怎么办呢 你说小芳 她只值这个工作 养活一家人呢 小芳小芳 你能不能别整天 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 我跟她又不熟 不是你问我的吗 再说了 那孩子还不是你学生啊 我有事跟你说 庄五 陪我吃饭 哎呦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跟人家都约好了 要不你现在 不行 那行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去办完事 我就回来好吧 我喜欢你 第一次见你 就觉得你很特别 不花哨 是个实在人 后来处着处着 更觉得是这样 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表白 因为怕自己没有机会 但是现在 你跟赵春芳 不是普通朋友了吗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我有事我先走了 这死鬼 吓我一跳 老夫老夫老妻了 我你都感觉不出来了 啊 今天什么日子 送个礼物 还要看什么日子 太阳打西北出来了 来 说正事吧 别献英勺了 要多少钱啊 干什么用 最近 有项目 照标 赵局 还有礼数呢 咱们得打点打点 要多少 二十万 马广年 我怎么都觉得 你好像有事啊 没事 怎么可能有事 不是有生意上的事 我说的是新事 没有啊 你说 你这军阵大权 什么时候也给我 放了一点 要然 我每次跟你要钱 都跟个孙子似 我跟你说 你们长脸那些寡妇 你少惹 小心哪天大水 冲了你这龙汪面 没有 六个月 二十万 去 四个月 是 没 三十万 明天下午一点半 咱们在城东小石桥旁边的腊尾楼里 不见不散 丑话说前道 嘴巴给我闭紧一点 不然事情闹到大了 对谁都不好 喂 陈大静 走道路 你人呢 找什么急呀 钱都带来了吗 钱都带来了 一块出来吧 我怎么知道 你袋子里面装的是不是钱 笑话 谈清楚了啊 不是钱 还能是什么 马光明 你带的不只是钱吧 既然你不守规矩 就别怪我不客气 好好好 兄弟 有话好好说 钱我都带来了 你不会不要了吧 我让你一个人来的 刘先生 我让他们走 你出来行吗 好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们换个地方交易 换地 陈大静 你耍我是吗 你没的选择 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有钱没命化 我只想拼为安娜拿的钱走人 妈 这么巧 正好我张雨有点事 我给你找的那份工作 现在 对不起 我现在没心思跟你聊天 你要去哪 我开始送你 不用了 没事我有空 我说不用了 以后 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别来找我 免得别人说闲话 我找你真有事 师傅 师傅 我给你五十块钱 帮我带到城东可以吗 我知道 谢谢 我给你六点钟 我带到城东可以 你专门 需要魂 我带到城东可以 在城东可以 我带到城东可以 尸子 我们总不能白忙活一场吧 我们自己搞不到钱 就让他给我送 来 等会儿 程大新 你在哪儿 废话 我得拿钱的路上 老板不二贵地听话 我想问我什么困难说不定 你们在一起 是 现在只要我稍稍一用劲 钱就到手 别 为了二十万 你这样做 值得吗 你认识 你这样就能跑得掉 没事 你竟然找人跟踪我 别活了是不是 来 程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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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说的吗 你说出了事对谁都不好呢 程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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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会带在身上吗 万一人才两空了呢 你说是吗 我快走 你找死啊你 师傅我有急事你能带我一段吗 我给你五十块钱 上车上车 谢谢 师傅帮我掉头 跟上刚才那个车 你这人真是刚走就掉头 不好意思 师傅 麻烦你快打 好好好 钱你已经拿到了 我东西拿 上次打我不是打得挺开心的吗 车车打 这到底走哪条路啊 我怎么知道 走这边 我觉得像这边 这边 出来是全你的 听我的 马球是吧 钱 你已经拿到了 别怕 我要的东西 我陈大金说话 一向算话 你很想这样 本来我想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 可是你的手下 却想要我的命 我从来没想过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现在 今早就好 你才知道 我一下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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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弟弟 放在我 他就放 讓我幹的 赵春风 他没这个胆子 杀人都敢 说 杀了他男人 今天干的呢 不要动你 赵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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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想除掉他 宝贝把他给除掉 看着我就真多 看着东西 你要我怎么办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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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老板 你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死人才能断车 通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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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人家的 你放开我 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一次最安全 你放开我 天天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吃饭的时候 你要手扶着碗 手扶着碗 你怎么老不听呢 你再这样的话 妈妈就打你了 队长 这个案发的现场 有点比较齐全 这不是赵春芳那么长吗 你斜了门了 你说先是他老公 莫名其妙就死合理了 现在又出现这么两个人 照你的意思 马广年 程大坚 都和赵春芳走得很近 那可不 那个程大坚啊 天天在门口 就堵着赵春芳 死一赖脸 跟人家过日 对对对 马上上还为了赵春芳 和程大坚干了一样呢 程大总之 你说这赵春芳 是不是很祸害啊 你们这几个人啊 程天就在背后 说人家坏话 我也不怕半夜了 被鬼伤身 咬到你的舌头 这个赵春芳他人呢 被老板娘看鼠肉 小枫 小枫 你在家吗 我是大伟啊 马广年和程大金死的 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的事 新闻里播了 说是今天早晨 警察发现了尸体 哦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说这两个人 怎么就同时死的呢 不知道 你好像一点都不关心啊 我很累 我想一个人心意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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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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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人 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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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时候不给我生心 然后会让我来给你收拾 我上辈子是见你的 好了好了 请你不要看激怒 节安顺便吧 小心 你想早点把凶手接纳回来对吧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你最后一次见到马广年是什么时候 昨天 不对 是天天 他让我拿二十万现金给他 你这儿是吗 是我 关于西党村民案 想请你协助调查一下 你们厂长马广年和你老乡程大金意外死亡的事情 你知道了吧 嗯 我听说了 那昨天你在哪儿 在做什么 昨天我在家 有谁可以证明 平 他昨天给我送粉症肉的 对对对 昨天下午大概四点多 我来给他送粉症肉 就内核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俩聊了两句 然后他又去幼儿园接孩子 我们俩就散了 那之前呢 之前 之前和我在一起 你是 我是他的 朋友 这样吧 考虑的案情比较复杂 我想请你跟我们回缩里 做一个笔录 好吗 可是 我马上要去幼儿园接我孩子放学 平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妈妈她今天走 她身体不好 我得送她一下 我去吧 我去 谢谢 谢谢 一个微久的一夜 酿造一段挥之不去的过往 你还记得那个雨夜吗 你不会再来找我了 对不对 为了守护心情 你放过我和天天吧 她深陷密密的困境 这点钱 就当零花去了 放弃我吧 我们真的不舍 一错再错 迷失在前行的路上 我要爱你 没有办法 这死人一层的案情 爱的救赎 最终能否换来重生 天大的是我藏的 胡法栏目剧 六级迷你剧 苍天有泪 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成大金以马广年账本 对其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 是触犯了法律的 我国刑法第274条 敲诈勒索公司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马广年在与成大金交易的过程中 发生冲突 马广年将成大金赐死的行为 是触犯了故意杀人罪 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 故意杀人但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通过马广年账本的内容 可以判定 马广年是触犯了行贿罪 我国刑法第390条 对犯行贿罪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情节严重的 或者是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我们再回到故事里面 邵陈芳可能怎么都不会越加大 事情会变成如今这部天地 程大金和马广年都因为自己而接连身亡了 两条人命背负在身 像之前那个鱼的秘密 让赵丹芳感觉已经快要窒息了 这层层压力使他无处遁形 这一道道架锁让他的生活彻底的扭曲了 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如何排解这一切 他唯一清楚的就是他要保护他女儿天天 他需要回家去照顾女儿 因此他决定暂时先隐瞒住这所有的一切 但是这俗话说 纸是包不住火的 赵春芳极力维护的瓶颈生活 其实早已是支离破碎 那么接下来赵春芳和两男的死亡关联 还有那个秘密又最终能否得以揭晓 赵春芳又是否能够彻底的醒悟 勇敢的直面那些痛苦和伤痕 真正的重新开始呢 赵春芳到底会如何去选择 请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结局 一个五岁小孩的脑海里 怎么会有这么学心的画面 妈妈杀我爸爸 你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赵春芳 你还我这老公 你还我这老公 赵春芳 他只能伤身 小芳 自首芳 你爹已经没有爸爸 你还都没有落到他 你把我儿子 我奶 你还有脸上这儿来 妈妈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